金子姐 回来了 熊哥没事来接你啊 我偷偷回来的 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熊哥太需要这个惊喜了 你们这一趟出去可够久的 可把熊哥忙坏了 得亏有你妹妹常来帮忙 不然熊哥就惨了 你说这家里没个女人 可还真不行 往后你可别出去这么久了 孩子们都挺想你的 也谢谢你啊 这段时间关照我们家 我都听卫妮说了 好说好说 卫妮这孩子就是个鬼境 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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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爱上他我一点也不奇怪 更何况 他也挺喜欢你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如果恋人分手后还能做朋友 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真心爱过 所以我这个多余的人还是离开的好 银子啊 祝你和秀秋幸福 有用 明镜与点栏目 姐 你回来啦 想死我啦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终于回来了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你想给我一个惊喜 是不是 很惊喜的 你见到我姐夫了吗 姐夫 姐夫 我姐婚啦 她不在 她一定去面包房了 今天周末 威尼和文贤都去咱爸那啦 不是还有个房客吗 她去哪了 你说游泳啊 你别提她了 索性的很 怎么了 你们俩不是谈恋爱吗 闹别扭了 你说别提就别提了嘛 你给咱爸打电话了吗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今天中午啊 我约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你 啪一下就出现 给他们一个惊喜好不好 你这几个月一直住在这儿啊 没有 就 就是因为照顾熊文心方便嘛 所以我就搬来住了 你不用感激我 把之前的兑现了就可以了 哇塞 谢谢 哇 这是最好的 哇 哇 我真有法国的味道 姐 你快跟我说说 法国怎么样 罗夫公去了吗 见到梦娜丽莎画像了吗 你跟熊熊相处得怎么样 哎呀 别提了 之前这头熊啊 脾气臭得要死 不过你放心 经过本宫一再教导 现在已经好多了 大家相处还蛮高兴的 你快跟我说说 见到梦娜丽莎画像什么感觉 跟见到你的感觉一样 啊 你去哪儿啊 我住爸呢 你不在家住啊 你转告熊熊 我不会就这么犯过他的 这个家 还是继续拜托给你吧 我去吧